所以譬如Ken Wong 說我們有爸爸 爸爸也會說 初生的嬰兒半夜睡得不好 不停哭 安撫不了 其實都感到很沮喪 我想其實有幫忙照顧嬰兒的爸爸 其實都會跟我們媽媽一起生同狗愁 因為如果爸爸不幫忙 他看不見 是啊 他永遠都不知道到底你有多辛苦 在隔壁睡了 是啊 睡了 我試過有個朋友 其實他也生了兩個小朋友跟我一樣 因為我的小朋友很大的時候 他才生第二個 他開始以為第一個 都說可以了 我自己搞了 因為他的先生要上班 然後到第二個 寶寶真的出生了 他真的慢慢要餵夜奶 日後就跟兒子餵完工房 然後晚上再要去餵夜奶 但是我們形容那些會很準時睡覺的 爸爸做公雞 公雞來的 十點鐘睡覺 或者十一點鐘最遲睡覺 第二天六點起床 中間那時我完全不醒 就是我的朋友很醜 如果我的朋友看著他應該知道我所說的 我們經常用公雞來形容他 我也不用 老公啊 我很累了 我抱著他 就是還在扯著鼻子 這些時刻 其實真的很沮喪 所以 我最後我的朋友在第二胎的時候 他都選擇可能找媽媽來幫忙 但是媽媽始終年紀大 都不可以太久 不是 他最後過了 這個公雞要睡覺的階段 有一個女兒都大了 所以其實有抑鬱的狀況 很多時候我們都要從不同的途徑去喊 如果是新手媽媽 那他們又怎樣去知道呢 或者你會否有些勸喻可以告訴新手媽媽 其實他們可以做什麼 其實我覺得就不要給自己那麼大壓力 很多時候大家生第一胎都會懷著一個要做一個一百分的媽媽 是 百分很重要 是 會覺得我要做一個最溫柔的媽媽 我要做一個不會罵小朋友的媽媽 每一個生的時候都是這樣想 但是當然去到現實和理想有些差別的時候 就會開始責怪自己 就會開始覺得為何自己做得不夠好 為何我不可以把最好的東西帶給自己的小朋友 就會慢慢就會越來越存了很多壓力 所以我覺得其實真的要記住自己都是一個在學習的媽媽 我們不可以每一樣東西都做到一百分 但是我們總之要盡力去做到做好那件事 其實就已經可以OK了 還有我覺得是要有適當的me time 做了媽媽之後這個真的變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是呀 以前你可以跟朋友去街上吃飯 你可以去健身 運動 做很多事情都可以自己一個人去做 但是生完小朋友可能好像我自己這樣 其實我算是一個不肯放手的媽媽 現在呢? 現在就OK了 放 是嗎 對 放 快點 那時候不是很想跟朋友出家的 因為我很想照顧寶寶 我很怕小朋友失去自己就不行了 就會減少了很多跟朋友出家的一些活動 那就越來越少見朋友 變相就越來越少的空間去說自己的東西 就變成屈來屈來屈來就變成了抑鬱 嗯 這裡有個媽媽 我們因為說產後抑鬱 但是這裡的媽媽Mandy 她就說她是產前抑鬱 我們一直說產後 其實我們也可能會忽略了產前抑鬱 因為產前抑鬱也是一個擔心的 因為可能有事實上 不知道是不是新手媽媽 但是產前抑鬱其實也是一個非常要緊張的一個個案 Mandy就是她在自己懷孕三個月的時候 她自己突然坐在客廳裡哭 沒有原因的 就像剛才我們這樣說的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會哭 那就不停地這樣哭 那當時呢 那個槍沒有安裝槍花 如果我可以走得快一點 可能我已經跳了下去 到懷孕五個月的時候 她的情緒起伏就更加大 凡事看不開就去罵老公和姐姐 她就突然很討厭姐姐 討厭到我不想回家 我又不斷罵她 我覺得自己是我罵走了她 所以她經常失眠 最後她鼓起勇氣去看心理醫生和服藥 那情況才好轉 其實剛才我們一直沒有說過 去求診 然後可能要服藥 因為那時候 我想無論產前或產後 因為你的可能要餵奶 你會不會擔心 你那時候會不會想過 其實我要去找醫生 還是找藥吃 我有的 因為其實那時候 很搞笑的 我去到健康院 反而是醫生問我 想否吃藥 覺得自己有沒有需要吃藥 我又不擔心吃藥 當然吃藥會有很多副作用 但如果真的很嚴重的話 我覺得真的要聽醫生的意見 當然你餵人奶 你要跟醫生說話 你餵人奶 我覺得他們會給一些適當的藥 不影響你餵人奶的情況下 可以吃得到 我想應該是會有的 但最重要 就算她那種藥是餵人奶 吃了之後不可以餵人奶也好 但你健康 那小朋友才可以開心成長 因為自己媽媽的情緒 我覺得都會影響到小朋友 所以我覺得 不要害怕去看醫生 亦都不要害怕去吃藥 還有我覺得不要害怕 告訴身邊的人 因為我看到很多回覆 都會說 其實可能你走過產後抑骨 其實可能你的老公很重要 你告訴他 所以可能我們的老公跟他說的時候 他們不發現到 不發現到我們有這樣的狀況 但可能好像Mandy 剛才的情況就是 如果她再發現不到的話 其實好像她說 她就打開了一個窗 所以我想悲劇的發生 其實就是在這樣的狀況下 如果我們身邊有人可以快些察覺得到 或者我不知道 我自己可能從小都養了一個習慣 我有什麼都會說 我想現代人其實有一個狀況就是 你剛才說的 我想要有一個Me Time 但是Me Time可以把自己不開心 都可以告訴別人 其實那也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一個過程 即無論是現在的生活 普通的生活壓力 或者你有寶寶 擔心令你有一個抑骨的情緒 因為有抑骨 你就會有一個情緒的起伏 其實你對寶寶都不好 是啊 寶寶看到你經常哭 或者大叫 他可能會覺得 發生什麼事呢 我記得我媽媽叫我不要哭 其中一件事 她說大頭不要哭 也不是大頭髮 坐月不要哭 坐月哭了 會入風的 我就想 入風即是怎樣 即是怎樣 是會頭痛 還是會肚痛 那一刻我真的想 我人 你見我什麼都可以笑得搶 我都會想 會笑著去面對一些東西 我會想 有風嗎 然後 我會覺得 低能這樣 是否寶寶這些奶會有風 哈哈哈哈 有這樣的情緒發生 但我想 以前 可能 上一輩 沒有那麼多 我覺得 就是 貼地點 馬的生活 但我想 現在這段時間 這十年 這十多年的媽媽 其實可能 從教育 從他們成長 從他們的 怎樣去工作 處理 其實一直都有很多 不同的狀況 會出現 所以就更加 會形成一個 太多擔心的時候 會有一個抑鬱 但也同時 因為你剛才所說的 賀爾蒙的影響 出現了大陸的變化 控制不到 你剛才 我想說 其實在me time 或者用你的me time 去分享給大家 到底在me time 令到你最開心的媽媽 me time 是什麼 人人的me time 跟你的me time 我怕me time 是跟朋友出去喝東西 是 那會不會是 有酒精 跟著阿B 不能喝奶 我不是說喝很多 但其實我喜歡 那個氣氛 去跟朋友去談 因為比較容易 去趕自己的心事 你沒有理由 在一個大排檔 吃飯的時候 我最近不開心 我覺得很難去講 所以我喜歡 約朋友出去 喝東西 去談心事 會把自己的不開心 我會覺得 夜生活 做了媽媽之後 是享受不到 是沒有的東西 你可能去逛街 你還可以說 帶著寶寶去逛街 或者做一些日常的事 但是 夜生活這件事 真的生完之後 就 很奢侈 真的很奢侈 很奢侈 我告訴你 我以前 我都會跟朋友 會去喝東西的人 但是 工作上 再加上 台座 再加上 現在又要大 讀書 一直都沒有 我一直都沒有 很期待 直到 現在我兩個真的大了 真的大了 有些聲鐘 那我就 開始有些 尤其是暑假 你們回去睡覺 我就繼續去夜生活 也有的 但是那樣真的很奢侈 有些人會見到你 會說 Dorace 你怎麼在這裡 氣客 其實我想說 以前我們曾經擁有的 其實作為媽媽 都犧牲得很大 所以如果 有一個 未必慎 可能慎工作 都是一個很好的 渠道 所以如果 呼籲一下朋友 如果看到我們 有空 叫我們很空 或者 發訊息 不如一起喝東西 我想會幫助我們的媽媽 輸壓很多 這個狀況 我想跟一般 跟以前的年代不同 可能以前的年代 媽媽未必有很多夜生活 但當我們做女兒的時候 其實很多夜生活 我們曾經擁有過 是的 但生完就是犧牲 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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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件事發生過 所以 那件事情 對我們來說 其實是 我也很奢求 我覺得 所以 就像剛才Yuki那樣說 坐月 哭到 哭到眼睛不好 她也有聽過 所以 因為 我知道 我自己哭完 就會眼腫 像我前一陣子 要做 連續做兩套戲 那一套戲 我明知道自己 哭完會眼腫 我當時 跟自己說 不可以哭 我一定不可以哭 我哭到我的眼睫 很醜 因為不化妝 不化妝 我已經覺得自己很醜 坐月期間 覺得自己很醜 對 我也是 覺得自己很殘 很殘 整個人很腫 為什麼可以這麼醜 對 所以 又是另一個心痛 另一個心痛 然後 因為我哭到眼中 我就告訴自己 我不可以哭 我不可以哭 所以 就算我第二胎 我也曾經出現過這個狀況 但是 因為我太愛靚了 所以 忍住了 忍住了 所以 令自己的情緒 快點 超越 快點超越 所以 在過程中 我想 自己 意識很重要 正如你所說 找到一個 醫治的方法 也很重要 如果有些 可能 如果我們這些 樂天一點的媽媽 我經常都這樣說 如果你的人樂天一點 如果你一有不妥 其實很快就會察覺 但是 如果那件事情 是 如果你的人本身 可能 down 或者 什麼都 negative 你走去廁所 你都會覺得 negative 那件事 走去廁所 你都會擔心 兒子會跌倒下床 所以 那個過程 是很需要自己去看到 或者 你身邊的人去看到 所以如果有爸爸在看 我們剛才也看到 有爸爸的福 如果你是 看到身邊的媽媽 或者無論是產前 就是剛才說 三年 拍了三年 我都會問 如果三年後 有抑鬱的時候 可以回到健康院 或者打開電話 可能那些姑娘會幫到你 最少找到一個渠道 去把你的不開心 抑鬱出來 而身邊的人 也有一個很好的眼睛 去幫你看 那回事 那件事差很遠 是啊 我想 特別是爸爸 可能產前 都要做多些功課 關於產後抑鬱 這樣到touch wood 真的 遇到朋友 或者自己太太 發生這個情況 起碼都可以早些知道 可以早些幫到手 就不用等到悲劇發生 才來後悔 嗯 那時我記得 因為我自己是私家醫院生的 兩次都是 我做了一件事 就是 他產前講了 連續十二堂 連續十二堂裡面 有些人問我 是十二堂的 當然 私家醫院的主題 有多很多 但那十二堂裡面 我很記得是有一堂產前抑鬱 和一堂產後抑鬱 都講了症狀 接著呢 我老公是有半秒擔心的 講完 因為他和我一起聽 他真的有半秒擔心 但接著呢 可能我課的過程太開心了 即是我的兒媽姑姐 經常走過來娛樂我 那有人課的過程太開心 而且三年之後 因為我生完第一胎 我要搬屋 所以有很多擔心 但是 在過程之中 有很多人 一直娛樂我 所以我都很開心 所以最後 都沒有這件事情發生出來 即是有哭過 所以我老公就是 沒事的 你想多了 最怕就是朋友跟你說 你想多了 即是剛才你說 其實未必要想多了 即是一秒 即是一秒就可以有事情發生 所以我想最重要就是 我們可不可以發現到 是的 好了 那我們今天的時間 都已經去到我們要宣布一下 我們有三位抽中的 我們挑選了的 有挑選了的朋友 那不如我們來 第一個先來 好嗎 不如這樣吧 請你 邀請你幫我們讀第一位 Paper chain Chan Jackie Jacky的 Jacky就說 產後最不開心的事 就是生完幾天 避避很辛苦 嘩 我很明白 雙口很痛 但又用不到力 再加日埋埋伸胃奶 就很累 而且安不出 肚子就很辛苦 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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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雙口很痛 是最辛苦 是的 我很記得剛才生完 要去廁所 那天我順產 你開了還是順產 嘩 真的很害怕 很害怕 即是你擔心的時候 我怕用力的時候 身體會爆 這個真的很害怕 雖然醫生說不會 但也聽過有些人說 摩爆了 我摩的時候 很緊張 我簡直說 產狼抑鬱 因為我兩胎 一胎是順產 第二胎 上星期我聽到的朋友就知道 我第二胎是開刀 但順產的時候 我也是怕擦到傷害者 但第二胎是痛到龜速 即是有人問我 你順產和開刀哪個痛 我告訴你 我很肯定告訴你 是開刀是痛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順產 你生完之後 兩天左右 你就能夠復原 是的 你就可以走 開刀 嘩 我簡直是一個月 因為我的傷口很痛 你一個星期要去刷線 總之要打開刀 換刀 換刀 我簡直是 歸出 所以我完全 那些 傷口又痛 又用不到 就是那些 我走到廁所 明明急著 但我真的走到 很辛苦 很辛苦 聽到你覺得很痛 所以我絕對明白 Jacky 我絕對明白 那些傷口有多痛 所以我再有人問我 你生 開刀痛一點 還是順產痛一點 開刀 如果你是想 快一點 不要震刀那麼久 你選擇開刀的話 你要記住 你開完之後 要痛一個月 是的 人們都是說 會反過來 會反過來 沒錯 你想你老公跟你一齊辛苦 十幾個小時 你自己痛一個月 自己痛一個月 一個月 我坐月庭 正涵 第二位 Ella Ella 她說產後最不開心 是嬰兒有濕疹 要看醫生 看到皮膚紅紅的 再起粒粒 也擔心會出血水 聽到也覺得很痛 接著每次茶藥膏都很擔心 看到其他嬰兒的皮膚漂亮 看到自己的女兒 也會更加想哭 有些媽媽的抑鬱情緒 其實未必是自己 有時看到嬰兒 有狀況出現 然後你就會很擔心 接著 就是你剛才說 看著她 然後你自己會不開心 然後你自己哭 然後嬰兒就看著你的哭 是的 這個是最 最深酸 最無阻 就算你和你旁邊的老公說 可能老公說 沒有辦法帶你去看醫生 但其實那一刻 大家一起無在的時候 你就會哭 但我想說 男媽媽 其實當你 看到她哭 即是嬰兒看到你哭的時候 她會很奇怪為什麼你哭 但當她看到你笑的時候 她一定會有開心 是的 那個情緒影響 我覺得嬰兒的情緒 她其實很多時候是來自媽媽 所以記得媽媽們 請你逼自己 怎樣都要走過這段階段 然後告訴自己 你有嬰兒 所以你更加要努力 去做好你媽媽開心的工作 好 第三位 不如我讀 這段很長 Bobo Poon Bobo Poon說 生完之後 技性又差 精神又差 健康院專家座去見專科姑娘 她知道我想帶嬰兒一起離開世界 好聰明喔 那姑娘 知道她想帶嬰兒離開世界 立刻幫她安排了快期去拿打素覆診 那時候無論姑娘問我什麼事 我都不知道怎樣回答 我覺得那時候的組織力很差 完全想不到究竟什麼事 觸發到自己 其實這個才是最恐怖 因為你不知道是什麼事 如果你知道有什麼事 觸發到自己 那時候就不好些 但我不知道你有否感覺 做媽媽 你一遇到任何事 任何事情發生 撞過來 其實你作為媽媽 很快就會想到解決方法 但如果像Bobo這樣 她想不到怎樣組織 其實都是一個警號 我覺得可能是真的 生完太多壓力 再加上 我也聽過有人說 每一一印三傻 這件事 生完之後就什麼都忘記了 我想可能有些事情提了自己要做 但之後又忘記了做 然後不停滾這件事 很辛苦 我記得當時有看過媽媽的帖子 她很不開心 因為生完脫頭髮 她剛才說 為什麼我這麼臭 是這樣的狀況 因為她覺得自己脫頭髮很臭 然後她就很不開心 因為媽媽也是很漂亮 又是年輕美女 生完寶寶就有這樣的狀況 頭髮越來越薄 所以我覺得Bobo很幸運 她遇到一個姑娘 看到她有這樣的跡象 想她離開世界 所以更加要拿回來 很好啊 遇到一個很好的姑娘幫你 我記得當時 是有臭小孩的壓力 然後我得到姑娘的回覆是 媽媽妳想多了 不如我們去上這個教育工作坊 然後我是 追了 因為我想跟小朋友去求證一下 她是不是有些特殊需要 然後她就給了這樣的答案 那好吧 那我儘管去做吧 所以我想有些姑娘 其實可能她們有個checklist 但是 我不知道呢 我到現在都仍然覺得 那一刻 我有很乖地上完 那六堂工作坊 是 我幫不幫了我呢 嗯 都可以的 但我都遇到那些媽媽 真的未必認識 那些工作坊真的可以 但是那時候我生了第二個 但是她這樣給她答我 我就覺得 好吧 那我去學一下吧 但是如果 可能我們回到今集講的 那個抑鬱的狀況 就是不開心的狀況 有時候 有時候 姑娘 是會被我們看得那麼快 所以 即管信姑娘 她的referral 她怎樣轉介你 你聽她來說 那可能你更加會快 發現到一些問題 容易解決 是 還有我覺得都可以說得 詳細些 就是讓別人可以 解決得到 找得到原因 或者可能 至少知道 可能你是什麼問題 去到什麼程度 是 這樣都可以 會快一點都知道 還有 還有 有少少 即管濫用一下公眾志願 哈哈 你進去那個房間 那個moment 就是你 即管去跟姑娘說 是的 她必要的時候就會停止你 是的 她就告訴你 不如你去社工說 那時候她有問我 你想吃藥 還是去見社工 不如我 referral 你去見社工 她讓你選 是的 她覺得我不算太嚴重的人 她就說 不如先去見社工 如果真的再不行 再回去 所以 Bogo和你的情況不同 她問你 但這個 Bogo的情況就是 她直接referral 她的快期 我看見她說 她精神差 應該真的 可能差很遠 是的 是的 我們今天的時間 都差不多了 我們又預告下個星期 我們下個星期 就是很多 年輕人都會想知道 到底生一個 還是生兩個 我生了兩個 她生了兩個 一個 一個 你打算生第二個 一個就夠數 但我覺得有兩個都挺好玩 所以我們又看看下個星期 到底現在的你 生一個還是兩個 我知道有些媽媽生四個 我在香港 可能有些回教會的朋友就知道 某間教會的牧師 她生了九個 嘩 九個 這麼多 九個 我聽完之後 蛤?九個? 九個? 怎麼臭啊? 但無論是財力上 她應付到的 但是生九個 嗯 嗯 嗯 很辛苦 所以當我們這個 一個還是兩個的情況下 給不到 給不到 這個情況下 因為繼續 我們不討論九個 我們先回到一個還是兩個 因為可能疫情 可能是社會氣氛 到底生一個還是兩個 我現在這兩個是開心的 你生一個都會有一個的開心 所以下個星期 就等你們和我們一起分享 下個星期四 十點鐘再見 拜拜 心裡留 有虎自己知 一個真正屬於媽媽的直播節目 即將誕生 有虎齊齊身 喊啦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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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四晚 在我愛媽媽Facebook page 同你Live住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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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是不是喊啦媽媽 喊啦 喊啦 喻嚨媽媽 喻啦